男人推开房门 一个女人倒在了雪坡中 摸了摸脉搏 人已经凉了 他脑海中开始出现画面 血液缓缓流回女人身体 他站在一侧冷眼旁观 神秘面具男出现在女人背后 开始使女人非常配合 这种雄求刺激的男人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接着面具男掏出刀子 让他在女人背部划下第一刀时 追星的痛苦让他无法忍受 开始剧烈挣扎 凶手看到猎物越挣扎就越兴奋 女人忍着剧痛往门口爬去 面具男抓起他的脚狠狠拖拽回去 只有灵虐和鲜血 才能让他获得快感 女人开始拼命反抗 面具男失去耐心 拿起烟灰缸用力砸去 几下过后 女人彻底失去意识 面具男开始他的罪行 在女人身体上创作 印上他的签名填满莫名的空虚 忽然窗外警笛响起 男人有些惊讶 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报案 紧接着一群警察闯了进来 把他当作凶手抓了起来 这一瞬间 他明白自己被陷害了 刚才出现在脑海中的画面 是他根据现场痕迹 推断出来的作案手法 他叫梁彦东 拥有着超高智商的犯罪行为 抛毁专家 没有证据 警察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他被抓到看守所后 就有人买通了这里的管理 只要偷偷弄死梁彦东 这桩怨案就彻底做事了 幸亏他用起号 差点被人勒死的时候 有人路过将他救下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回到看守所的第二天 病案再次发生 欲罢阿威死了 而他太阳穴上 查的正是梁彦东的钢笔 看来对方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显然跟梁彦东入狱前 调查的案件有关 他的委托人是空姐吴玉星 吴玉星的丈夫 在陆镇生医院 接受器官移植后死亡 梁彦东怀疑医院的器官来源有问题 可由于器官捐献者的信息 完全保密 无法得知真相 如果双方对故攻堂 势必会对医院的声誉 造成巨大影响 就在开庭前几天 吴玉星突然失踪 梁彦东百般无奈之下 只好联系他的同事兼闺蜜方可倩 两人来到咖啡厅 梁彦东表明来意 方可倩称自己也联系不上吴玉星 而且刚下飞机很累 想要尽快回去休息 梁彦东揭穿他的谎言 你不是从机场过来的 你搬机之后你就落地了 你搭的不是机场的结果车 工作服上面也没有名牌 头发也没有因为工作而绑过了痕迹 可是这是您的信用卡 你的指甲有有些剥落 而你的皮包里 还有一张饭店的房卡 而你的身上 混着香水加沐浴卤的味道 我相信你昨晚是在饭店过夜 也洗过澡了 房可倩非常生气 站起身就要离开 梁彦东一把抓住他的手 方可倩不想跟他纠缠 直接转身出门 梁彦东追出来跟他道歉 再次请求告诉他 吴玉星的行踪 也许是他的真诚打动了方可倩 他告诉梁彦东 吴玉星赚够了 给丈夫做手术的钱后 就不做私约了 他的背上好像受了很严重的伤 之所以会选择彻底消失 应该就是想要重新开始生活吧 梁彦东此时犯了一个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们想过自己也别做了 方可倩很无所谓 他说为了赚更多的钱 觉得这样很值得 等到了晚上 方可倩打电话给梁彦东 他有新的线索 想要当面告诉他 但梁彦东如约赶到后 发现他家的门没有锁 进入房间后 方可倩已经惨死于家中 他为了这一项